停车场内好几辆车轮胎都没有气 不是因为停放太久自然消气 而是遭人刻意破坏 这停车场地点就在宜兰国道5号底下 七张共乘停车场 考量民众有共乘需求设置的免费停车空间 结果有车主取车时发现 爱车好端端停在车格内 才两天的时间轮胎却破了 而且不止他的车遭殃 另外两辆车的轮胎也是一样 怀疑被有心人士刻意破坏 驾驶颇文痛批 这根本是杀人行为 就怕有人没注意 直接开上高速公路 后果不堪设想 只是为何针对国道底下的共乘停车场 破坏动机到底是什么 由于现场没有监视器 警方只能持续调查 如果蓄意破坏轮胎将构成刑法的毁损罪 而单纯将轮胎漏气 导致车辆行驶时发生危害 也会构成刑事责任 不管是为什么破坏轮胎的行为都不可取 而这边虽然提供免费停车空间 不过民众希望主管机关能加强管理装设监视器 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 TVBS新闻前大成廖子盼宜兰采访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